車來了 給他上車刷卡 自己上車 我付錢了嘛 付錢了 男子渾身醉茫茫 戰鬥有點站不穩 還要遠景幫忙叫計程車送他回家 不久前他大鬧超商 攻擊對象盡視他 分鎖警力到達現場之後 發現一名男子倒臥在地 店長稱ATM有被攻擊 原來新北三峽這名男子 28號下午獨自一人到KTV喝酒歡唱 結束後跑到超商疑似要領錢 沒想到卻因為太醉了 連按鈕操作都忘了 看到ATM沒反應 這大哥直接出手暴打腳踹機台 力道直打拳頭都受傷流血 民眾嚇壞報警 不知進車救護車也跟著抵達 警方到場發現他原來是地方問題人物 經常無故鬧事 這回幾杯黃湯下肚 出動超派鐵圈 還沒領出半毛錢 先賠了千元清潔費 跟還自己受傷 是在得不償實 既然黃明君范雅喬新北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